仅震惊社会的命案就是新北市永活分尸案 狠心杀害弟弟的73岁良性嫌犯共称 因为他不满小弟十几年来借钱不还 实在是忍无可忍 才会趁着对方在睡梦当中行凶 他甚至还说出我不怕死人 因为活人比死人更恐怖 但四天来他作息正常 分两次分弃尸 更是把这个逃亡用的红色行李箱 寄放在超商 最后在店员跟警方的配合之下 终于弱亡 由于认定他有逃亡之余 最近消息是检方申请羁押 法院已经采准 经常欺负我 打我 永和分尸案73岁良性主嫌 身躯瘦弱 走路缓慢 可难想象他竟然在住处杀害分尸弟弟 他欠了你多少钱没有还 大概五万 杀害弟弟的时候还是在家里会不会害怕 坦承行凶动机都是为了钱 专业小组发现他在家办事 长达四天都正常出入睡觉 还买了好几瓶芳香剂除臭 问他会不会怕睡在遗体隔壁房间 还能淡定回答 活人比死人更恐怖 从六号被逮当下还在三要远景 帮他保管好准备逃亡又的16万现金 就看得出来他真的很看重钱财 而这个装着家当在双北啪啪造的红色行李箱 也因为跑去超商计放被警方锁定行踪 和机警店员合力逮人 闲发落网后宫称自己靠开计程车存的退休金 只剩30万 不满弟弟十年来不工作只会伸手要钱 最近机钱五万块又迟迟不还 两人爆发口角 一号凌晨趁弟弟睡梦中行凶 接着分两天气湿 又跑出门再买四把菜刀 原本以为没人发现有时间慢慢分尸丢弃 说不知5号警方照上门 他只好开始转搭公车在双北躲藏 嫌犯更不满弟弟霸占三个房间 害得空房不能出租减少收入 兄弟俩为了钱愁了十几年 但54岁的死者辞掉罚警工作 在家照顾生病母亲 最近已经考上居服原证照 9月就要去医院上班赚钱还哥哥 真的怎么也没想到 最后只因为五万块钱 惨遭手足杀害 介绍到周总林新北市采访报道